一個月大的土肉粿 還沒有長到第三葉出來 現在等到它長第三葉的時候 再來移植 分種 第三第四葉 現在芽已經出來了 等這個芽出來之後 就穩定了 可以準備一下移植 現在已經很大了 一個多月 這種了幾百顆才出來這幾顆而已 12345 這邊有十幾顆 留幾顆在這一盆就好了 其他全部都一直分成其他小盆 這很奇怪 出來之後就被人家吃掉一個葉子 等很久 現在終於有小芽 等於這小芽再長好一點 長到第四葉第六葉 一定要分盆 不分盆的話會長不大 很小啊 種種那麽多種子才發這幾顆而已 這用椰仙圖 沒有蓋起來 沒有蓋起來 怕會被老鼠還是鳥給吃 這就是它的種子 這幾顆 淺些是綠色的 變成紫色的 紫色紫黑色就可以採了 可是幾率還是很小啊 很多鋼針出來就夭折了 像這個就夭折了 那像這一顆 也是啊 都只剩一根葉子 連側芽都沒長 行有一點點 這一顆也是啊 很容易就是被掃了一片 到底是被什麼咬了 很多地方都這樣 不敢太碰它 太碰它等下又蓋子又掉了 應該是被什麼東西給吃了 肉粿嘛 有香味 應該很多東西喜歡吃 繁紙不容易